金山国小校门口没有行穿线跟号制灯 因此孩子过马路或是导户志工引导 都必须要再三地看过没有来车才能够行走 相当没有安全感 为此校方特别邀请了交通局以及议员前来会刊 希望可以增加号制跟标线 提供学生安心安全的上课路线 金山国小校门口没有行人穿越本马线 只有近空车辆的网状线 为了让孩子们上课便利以及导户志工的安全 校方希望在校门口征设号制灯 以及行人穿越本马线 邀请到市议员与交通局等人前来会刊 希望会刊过后可以让学生拥有安心安全的上课路线 这个大门口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入口 它平常出入的民众相当多 特别是早上的时间 那因为没有号制灯的关系 变成说我们志工在执行上会发生危险 所以需要两位议员帮忙 让我们的这支按钮式的穿越道 那当有小朋友要出入的时候才按 那这样也不会影响到交通 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早上的时间 这里会有大批超过上百位 为了民众进行自主 金山国小表示 小朋友上下课要过马路 因为校门没有号续灯都仰赖导户志工 或是就走到公所前的大路口等号续过马路 不过大路口还有左右转的车辆 孩子们过马路还要闪避车辆相当违宪 为此会刊中也提出了多项的方案 做通盘的考量 距离我们国小大概有20公尺部分 有一个红绿灯口 那我们原则上会请我们交通局回去评估一下 如果来专设我们的行人实质向着这样子的一个红灯 然后把上下课的过程当中四面都变成红灯 让我们的行人或让我们的学童 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秒数 这样子的没有车子的情况之下可以这样穿越 我相信会更能够符合现在 直接穿越这样子的一个马路来的安全 而且这样子号制私行之后 我们可能也会针对两旁的这样子的花台 也要迁移然后这样子整个停车位 跟我们机车停车位也要全部再涂销 我相信这个部分也有某个程度的冲击 那我们则请我们相关单位 针对行人实质向的部分回去评估 那我相信会尽其尽快做一个改善 好那金山国小反应说他们校门口出来 那他们希望真是一个触控型的行人按钮的穿越道 那方便这个小朋友进出来安全 有一个耗制的管控 这个会更加保障 那今天现场我们来看 因为交通局有说明他的一些法规的规定 那我们现场讨论一些可行性的方法 我们一些变通的方法 然后看能不能 那请我们的交通局把我们的意见带回去 那尽量的来协助我们金山国小的需求 让我们小朋友能够行得更安全 由于新川县与浩志登的设置 周边的交通建设必须有相关的配套 像是新川县周边必须有行人专用道考量腹地的不足 还有可能面临移动花圃的工程 市议员也提议若是可以在不到100公尺外的大路口 做行人保护十项 让孩子及行人过马路时四边都是停等红灯的状态 借此既不用真实的耗志 又能够提供学生安全行走环境 而会刊提出所有的建议都将由交通局带回 延拟后再做执行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